一个爱女心切的母亲 为了孩子的教育 投入了毕生的心血 当年顽皮的小女孩 如今已是作育英才的良师 以前自己的表现 其实跟他们一样 总会像毛毛虫一样 这时候就会知道 除了老师提醒我们自己 还要自己去提醒自己 心不专 念不应 做事难以传教 诗 心声 三代心火相传 为孩子们的未来 献上一份最好的礼物 脾气 嘴巴不化 心地再好也不算是好人 近年来台湾教育不断尝试新的变革 学得新的制度也利益良善 但是生学主义的幽灵并未退去 反而衍生出了更多的问题和困境 学生们甚至于因此而被迫要上更多的补习班和才艺班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 一群参与此季的教师们开始反思教育的价值 希望将近思语融入教学的过程中 可以透过了老师的言说身教来重建孩子们的品格教育 靠着教师自发性的实践和推广 使用近思语教学的老师越来越多 终于在1992年 此季教师联谊会正式成立 原本只是靠着个人的力量 在推广近思语教学的老师们 借此凝聚了起来 一起为品格教育做出了更大贡献 好,小玉妈 她很乖 她们很乖,超乖 她们很顶 除了课业之外 宋慧卿更关心孩子们日常生活所遭遇的问题 而班级的联络簿 则是他们师生之间心情交流的原地 好累哦 今天私立检查 Oh my God 来自地狱的恶魔靠世 他其实这个孩子他很辛苦 他读书来讲 有时候他会觉得 那是体制内的 有时候他会觉得好辛苦 每天都要坐在那里 有时候他画出来的就是他的心情 空空如也 要怎么写啊 还剩月考还剩六天 你看这是他的梦魇 他写一个月字旁一个清脆 一个翠绿的翠 永杰 永杰你有传人了 少人 都已改变的仪 作为一个国中老师 为了让同学通过末代基策的考验 宋老师每天不遗余力地督促孩子的功课 希望孩子们在人生的这个阶段 能够有一定的成果 但是在他心里却不认为 升学考试是孩子未来唯一的路 你以后想要做什么 总统 幼稚园老师 好贵心啊 厨师这方面 七零三星啊 他们一开始去构想 他的人生的梦想的时候 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一定要让孩子有梦 有梦 然后主梦踏实 所以刚刚他们讲的那样 我听得我很开心 没有每一个人都跟你讲说 我以后要当教授 我以后我要去读研究的时候 读研究的时候要干嘛 不知道 这是我最担心的 喂 喂 云真妈咪你好 就难得有空啊 然后就来这边处理我一年来的头发 婉婷 婉婷 你说婉婷 对 好 我再去留意一下 好 好 好 OK 还有弟弟说要那个 他要社会科的教室手册 对 所以是随地都会接到家长的电话吗 对啊 然后就是一定要去 一定要把手机是开着的 我跟家长讲 是我的手机是从来不关机的 你为什么没带剧本来写 我看我 可以看 可以看 可以 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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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放好 手放這裡 你在做甚麼 腿放進去 腿放進去 你劇本寫了嗎 對 因為現在的孩子好像 有時候都要追求自我 自我的自由 會追求自我說 那是怎樣怎樣 有甚麼關係 這樣隨便 不要那麼嚴肅 所以有時候在團體規範裡頭 必須要有一個制度去約束他們 然後告訴他們 這是應該要你的本分 應該要盡責 胡建宏是一個過動症的孩子 這三年來 宋老師花了許多的心血 讓他的生活常規能夠步上軌道 為了讓建宏有機會能夠練習 宋慧卿決定賦予他一項重要的任務 擦黑板 胡建宏 把這個角度是不是要先擦 把那個黑板擦得髒髒的 擦來擦我的角度 知道就做出來 不用我這樣 這個也是 然後去一個垃圾桶丟 再回來繼續擦 我跟妳講嗎 腳做到先擦 因為他這個訓練了三個月 訓練了一百天之後 才能夠有今天這種成果 因為剛開始一年級的時候 他根本是不按步就班的 隨便擦 然後老師沒有看到的時候 是整個黑板可以掛在這裡 都不清理 如今蒲建宏已經是三年一般擦黑板的專家 沒有人敢跟他搶這份工作 這樣擦完了嗎 這樣擦完了 這樣擦完了 好 再擦一次 你看他就可以擦得這麼好嗎 沒有 是擦很久 擦很慢一點 擦多久 就擦兩三個月 就擦一擦 比較容易擦 會忘記錄補製嗎 就以前都會忘記錄製嗎 就以前都會忘記錄製嗎 但是現在比較好 有一點錢和製製嗎 幼稚園開始就過動嘛 就一直吃藥 吃到現在 所以像五六年級 一直到國中這一段 國一這一段時間 確實我就說放棄了 就是不想管他 不管在讀書方面什麼 就是不聽啊 講什麼也不聽 那個孫老師就說 不能放棄每一個孩子 就是孫老師不但教育他 真的也教育了我 有句靜思語是這樣說的 天下沒有教不會的孩子 只有不夠用心的父母和師長 這句話也深深地影響了 宋慧欽的教育理念 對他來說 沒有一個孩子是該被放棄的 孩子們需要的是更多的愛與耐心 靜靜地陪伴著他們長大 好 希望你們呢 切兩兒就像 2009年8月8號 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 毀掉了數十個無辜的家庭 為了讓災區的原住民同胞 能夠早日脫離風災的陰霾 刺激團隊投入了人力物力 進行災區重建 執教二十幾年的朱研倫校長 正好在這一年正式 從教育崗位上退休 為了協助災民 他義無反顧地投入災區重建的工作 每週三的下午他帶著一群老師 為災區學童做課後輔導 三年來從不間斷 今天準備了什麼給小朋友吃 就是那個餅乾夾麥芽糖 還有水果 因為等一下要加上那個香花 還有麥芽糖 他也會排行的那個微笑糖 他雙手拿著 阿楊說請用 然後慢慢來 女時救狗 今天是美女耶 美女在用餐 是想吃 是這樣喔 今天有飯堂 我飯的拿 很好 美女用餐 很有氣體 吃到之前都要先感謝你 對 要先感謝 謝謝 生活禮儀 告訴他們要懂得感恩 對 都是… 這個是糖 對 他們剛開始不會龍口含豬 鳳頭雨水 就是… 端盤子怎麼端端啊 慢慢地就教他們 喝茶怎麼喝 端盤子怎麼端端這樣 可是有的小孩子比較小 他就要慢慢地學習 可是現在感覺… 生活上的教育非常重要 對… 因為生活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礎 然後… 這個幼稚園的小孩子 他從小慢慢學分和長大之後 他一切的小細節注意到之後 他大方向他就… 死者沒心情 沒人看見你 不要偷偷做壞事 以為沒關係 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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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 朱炎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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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瘋瘋�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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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些東西有些時候是他帶進來的 我們其實對慈濟海也不是很了解 像哪些歌曲或是哪些故事的內容 他都會提供給我們 讓我們去選取 謝之眼其實都是來自朱校長提供的 不然我們其實也沒有那麼多的機會 去接觸還有去取得 我一看到我說 朱校長你怎麼這麼多好的東西 我說你印給我 他說沒有啦 我一本給你好了 因為那裡面的 他的一些句子都很好 每一個都很好 所以我就跟學生講說 你如果印入在你的作文方面 你備守了之後一定會很棒的 你可以把印入在你的作文方面 他一看到的時候 真的每位老師都覺得很好 就去問我那個資深的委員說 這些這麼好 然後我們有沒有教師聯繫會 有沒有去找我們跟我們一樣的老師 我們大家一起來 把健師與這麼好的推廣到校園去 那個師姑就說 其實到目前為止 我們實際還沒有交聯繫 說好可惜 為什麼沒有交聯繫呢 那師姑的順口一句話就說 你們可以去組成交聯繫啊 1992年 為了讓更多老師 能夠體會到 敬思與教學的好處 一群老師正式成立 慈濟教師聯繫會 與此同時 台灣教育界也掀起一場變革 從1990年代初期的 教育改革運動以來 到1997年的高中職多元入學 2001年開始逐步實施的 九年一貫課程 教育界開始尊重教師的專業自主 以及教學自由 而教練會也在這樣的社會 其實那一年 2008年是 5月是納吉斯風災 中創編店 可是那一年的 2008年的8月 剛好是 波拉庫風災 中創我們這裡三林鄉的孩子 讓他們去比較 說走過了三年之後 其實今天要讓他們體會到說 雖然自己走過了 可是看到那些農民 他們雖然是貧中 但是他們是富有的 因為他會把他剩下的一點點 還會捐米夫滿 去幫助別人 捐贈姚苗等等 啟發孩子們 其實付出愛心的孩子 就是最有福的孩子 你曾經幫助過別人的舉手 那舉手的都有獎品了 來 願意獎得出來排隊 來 我幫姊姊掃地 幫姊姊掃地 他有一次腳踏車壞掉的時候 我幫他修 我覺得我很欣慰的地方就是 我看到孩子們 他們分享他怎麼樣去幫助你 還有幫助他的同學 有幫助他的弟弟妹妹 有幫助他的媽媽 有幫助鄰居的阿婆 因為我覺得如果這樣的話 感恩的教育在他們的心中 其實是已經過下了種子了 那以後長大之後 我相信這樣子的行動 他最後他會去護住的 來 白癡 走 走 進一點 進一點 为了能够更了解 第一线教育现场的状况 已经退休多年的朱延伦 特地来到了高雄市 奉析果中 听取老师们的意见 我也走过二十几年的 教育现场 到现在从以前学生很乖 很有礼貌 到现在很多很多的年纪 包括家长跟学生的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 有一些事情还是不违离 我的感觉是 我的理念是第一个平等的悠闲 第二个是生活能力要有的 老师我是立军 他就不见了 这所学校的教育主任正好是朱延伦当年的学生 师生两人一见面 画夹子不知不觉就聊开了 我之前其实就是刚刚有跟老师提到说 有跟同学一起去 就是人家 他们以前小时候叫什么互呛 然后什么定国旗这一种 其实我都猜 很像男孩子 还有一次就是去偷栽人家的东西 我记得老师家庭访问回去 我就被发跪了 玩戏比较强 其实还可以 就跟着那些男生一起起哄 其实当时他们都以为我不知道 其实我都知道 但是我装作不知道 不是很严格 可是他的严格不是那种 比如说我打或骂 或者是我就是伺候你 不能怎样 不能怎样 倒不是怎样 我们老师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他是属于那种不怒而为的 他凡是你犯错 他不是当场给你们看 可是他会讲一个小故事 或者是用一些 那时候我们就是 可能一些比较有智慧的话 然后会跟你背后带一些故事 然后再把一些实事再引进来 对 让你知道你错在哪里 爱之深 教之切 当年顽皮的小女孩 如今已经成为 作育英才的老师 事实上 品格教育要做得好 必须要从小开始做起 然而在升学主义之下 老师们普遍将孩子的 学业成绩表现放在第一位 也造成了整个教育体系 普遍忽略了品格教育的重要性 为了弥补教育体系的缺漏 教联会的老师们 致力于重建孩子们的品格教育 透过禁思雨的力量 他们将一颗颗善的种子 撒在孩子的心中 期待在未来的某一天 这些种子能够开花结果 元熟成一颗颗良善的果实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这是华人社会中 存在已久的价值观 早期的台湾 在农业社会时期 特别地尊崇知书达理的读书人 而在转型到工业社会后 也因为大量需求 知识人才与技术人员 使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可以获得较强的经济能力 和工作升迁的机会 这让社会上普遍认为 教育是获得经济力的捷径 而这样金钱至上的价值观 也造成了教育体制的偏差 根据天下杂志的报道 主记处统计资料显示 台湾的大学毕业生 每年可以支配的所得 从2001年的77.1万 降到了2011年的67.1万 大学学历在十年之间 贬值了十万元 即使如此 还是有许多的家长认为 学历就是经济力的保证 成绩依然是他们对孩子 唯一的要求 因此忽略了最重要的品格教育 教师的角色 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升学主义带来的弊病 也使得许多人 从1990年代开始 要求教育改革 在历经了20年之后的教改 台湾的教育环境和生态 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来 第一题答案 9x平方减4x加3 可以 来 第二题 8y平方降5y 好 第三题对不对 第三题-4x平方 大概从早上上回到 开始到现在 读做题为什么想起来 上课算吧 从早上几点 8点到9点 9点到10点 10点到11点 11有那么多吗 有 11个 你连续读书读了11个 没有啦 有休息 就下读 对 下读书读 还好 像这样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学习时间 几乎已经是台湾国中生 相当普遍的现象 许多孩子在过度学习的状况下 显得疲惫不堪 补习 考个好大学 将来有一份好工作 与赚大钱的人生 这是台湾社会对于学习唯一的想象 然而这是孩子们真实的人生吗 前面旁边的是一样的 他是李玉豪 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学生 这一天他回到国中时的补习班 与当年的老师叙旧 当我知道他一考上清华的时候 我就觉得真的是跌破眼镜 我就觉得说怎么可能 我跟他的国中同学讲 跟他同一届的学讲 没有人相信 他说老师你是说真来假 怎么可能 他国中成绩是这个样子 那个英文 常常考各位数字 单字都背不起来 一个没人看好的孩子 但是王顺宽却看出了他的潜能 他发现李玉豪的数理能力 非常的强 因此鼓励他往这方面发展 我就跟他取出号叫数学王子 然后数学王子 你现在应该怎么去解这个题目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 然后去鼓励他的时候 他就自信心就慢慢起来 慢慢起来 他第一年没有考上新竹高中 然后就重考 重考又没考上 然后就考到新竹高中去 然后考到竹高中 他每天就是很爱怨 我会想说他怎么爱怨 先趴下来 然后好像这世界 已经没什么希望了 然后到高二的时候 因为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 他开始服用那个 可以讲吗 可以 他开始服用忧郁症 就觉得如果我当初 念的是新竹高中的话 他那时候营造的那种气氛 就感觉会比较有那种动力 可是我那时候 上高中的时候就觉得 新竹高中跟新竹女中 一定是最好的 就是所有资源 什么资源都完全集中在他们那边 我刚才讲说第一个 没有防新竹高中 天不会塌下 在王顺宽的鼓励下 数学王子终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然而对王顺宽来说 育豪的未来 如果要一帆风顺 恐怕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与调整 这十八年来 我看到学生从十三四岁 进到学习班 那也看到有些孩子 他当完兵 或是说他大学毕业 然后到社会上工作 我常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学生 他到了社会上工作的时候 让我觉得他的工作态度是有问题的 工作态度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他常常在换工作 在聊天当中我发现 他对于社会上的一些 应该有的礼貌 应该有的态度 工作态度是欠缺的 如果我们的 不管是学校教育或是补习教育 提供的只是他一个知识上的东西 并没有办法去弥补他到社会上工作的一些弱势 那我回过头来去想 那是不是除了成绩之外 我们应该给他一些正确的品德教育 正确的工作态度 如果是这样 家长也顺着在单一价值的追逐 那品格绝对不是 因为品格不需要考试 品格一不需要考试 他绝对是会被单化掉 但我们就知道 这个时代真正要的是品格的力量 人类现在叫十倍数 大家知道人类是十倍数在发展 因为全球跟资讯 十倍数不是只有生活十倍数 你生活的生命经验 知识从哪里来 知识叫做生活经验系统化 人类的生活经验近日十倍数了 人类的知识当然十倍数成长 那我请问你 现在孩子所读的这些 跟人类的知识的比例有多少 你想过吗 人类知识之量 大到现在假知识一大堆 如果你没有批判力的话 这些知识没有意义 批判里面下面一个 就是今天访问要谈的 叫做品格力 如果你的品格是歪的 是有问题的 就是就像生命戴上有色眼镜 你怎么批判都错的 升学考试的游戏 并不能保证孩子有美好的未来 而对于许多弱势家庭的孩子来说 需要花费大量资源的考试制度 更是让他们在人生的第一站 就遭遇极大的挫折 这里是高雄敬思堂 每周周一到周四的晚上 都有一群老师齐聚在这里 为弱势家庭的孩子 做免费的课后辅导 弱势家庭的客服 是由李秋月老师发起的 本身也是在弱势家庭长大的李秋月 对于这些孩子的处境 相当能够感同身受 因为他们没办法提供 才艺方面的培养 没办法提供 经济方面给予的一些支援 所以如果我们再不给 这些孩子一条路的话 弱势家庭的孩子 以后还是会沦为弱势家庭 这是我觉得还蛮 蛮悲哀的一个面向 所以我在想 在这边因为有这么多老师来爱你们 也有这么多人来关怀你们 所以崔老师看到你们这一两年来 你们真的进步好多好多好多 之前没有来这边的时候 为什么比较跟上 就是都在家里混 然后都不想读剧 然后看到电视就会一直看 那同学呢 同学就去补习班了 没有补习会不会觉得 比较比较慌 会 尽管课业压力沉重 每周三晚上 秋月老师还是要求孩子们 花半个小时的时间 上课服班准备的人文课程 因为他了解 课业成绩跟上了以后 品格才是决定孩子未来的关键 这个社会还是很竞争 那这个社会还是非常 还是太重视分数了 不重视其他的技能 那说不定到孩子有其他方面 是可以的 可是问题我们整个社会的脉动 现在还是很重视成绩 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成绩方面 给予一些加强 让他们多练习 然后就学会怎么去拿到一些 他该有的分数 可是我们觉得这样不够 因为孩子会学不会感恩 还学不会知足 所以我们觉得不够之后 我们就开始 上了一个学期以后 我们就开始 开始上人文课 所以我们就非常感恩 我们宋慧清老师 然后再次老师 然后学校也很辛苦 也愿意每个礼拜三 晚上七点十分 就来陪伴孩子 重代的理学家朱熹 人之作孽陌生于口 心埋没人知 嘴派最厉害 你嘴巴蹦一出来 人家都知道 这个人好恐怖 你那些小手人家 有时候还看不出来 可是就是你那个嘴巴 嘴不好 心力再好 也不能算是一个好人 你说老师 我就习惯啊 习惯是可以改的 参加客服班的雅琳 同时也是宋慧清老师 班上的学生 在宋慧清的介绍下 得以参加辞进 免费的课后辅导 在联络簿上 她写满了对师长的感恩 每个人能够安稳地学习 都要靠很多人的协助 看到别人的优点 及用心付出 就会很感谢别人 觉得很幸福 谢谢老师给我的祝福 我要如老师的愿 一天比一天更厉害 学会感恩 学会付出 进司堂的孩子们 在课业上重新找到了自信 也在品格的实践上 找到了未来人生的方向 您家中有学龄的孩子吗 您有没有算过 自己一天花多少时间 和孩子相处呢 您是不是认为 孩子的教育 学校要负最大的责任 对很多第一线的老师来说 家庭教育事实上呢 已经决定了孩子的基本品格 没有适当陪伴的孩子 无论是在课业的表现 或是学校里面 和同侪之间的相处 都很容易产生问题 而对于这些孩子 老师除了给予最大的包容外 能够做的其实很有限 教练会的老师深深明白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孩子的心是一亩田 必须要由父母和老师 洗手呵护灌溉 才能够健康 安全地长大茁壮 因此教练会 开办了社区亲子成长班 邀请父母和孩子 一同来体会静思雨的力量 也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搭建起了一道爱的桥梁 所以我怪咱可能专注也是年龄七 七一 他一条路就什么年龄七 这一次我们就由莫不许来承担 对我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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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现在的心情会变成这样 不是变成这样 因为大社会 把这个小孩子 他有才无人命你知道吗 你要得到他情愿快发话 就让他动 他动了再动 他动了又又又动 对不起 所以从他来听到 关心不下来 关心不下来 所以他根本没有思考的 你才能找不到 你才能找不到 你才能找到 你才能找到 你才能找到什么 好了 基本上 因为我们是单亲家庭 所以说 他们爸已经不在了 往生了 然后所以我都会 去什么地方 我们都要带着他这样子 白天要工作 晚上要带孩子 单亲的朱玉珍 必须负担起 比一般家庭 更沉重的担子 我把教练会的教案来做结合 来做改编这样 我们主要是告诉小朋友 就是说同学之间 我们要相亲相爱 那同学之间 也许你的无心的一个恶作剧 你可能会造成同学的伤害 对 所以说要培养自自立 不能因为高兴而随心所欲 好 老师 对 你 老师 刚刚下课的时候 我们在玩一二三木头人 圆圆就将一张大笨蛋的那个纸 贴在我的背上 然后贴完之后还拍手哈哈大笑 小林是大笨蛋 小林是大笨蛋 好 好 小林乖 你坐下来 圆圆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除了不要对朋友恶作剧外 当自己被恶作剧的时候 也应该要让对方知道 老师我懂了 再也不会要做剧 请大家原谅我 加入亲子成长班后 朱玉珍在与教练会老师的交流中 渐渐地摸索出管教孩子的方法 我们原谅你 我们原谅你 好 当当当 好 下课 这是什么玩具 玩具啊 这盒子里面有加多 我盒子里面有一些都被我拿出来了 你把玩具藏在这里 不是 那你的玩具多吗 蛮少的 全班最少的 为什么 全校最少的 他比较少玩具 因为他小的时候 我给他买了非常多玩具 后来就发现他玩玩具的时候 那个时间其实是没有很 我觉得没有很有意义的那种学习 那我会比较注重于他的 他的一些就是人格发展或说其他的方面 那我可能会像一些捏捏所有的黏土 纸黏土希望引发他的创意 然后我们就会自己做一些东西 因为我自己本身还蛮喜欢DIY的 不然就是可能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就会请他就是背那个英文单子啊 或是说请他看一本书 然后写一些读后心得这样子 然后我每天晚上我一定会有一段时间就是要跟他讲故事 然后可能分享一两句禁思语 或者说跟他讲故事 我们在英国大概也住了大概五年吧 然后本来是差不多拿到英国的身份了 然后结果就突然很突然地他就生病了这样 对 这是他爸爸 博言小时候的照片 这是博言小时候 对 在杜白的时候 对 然后这是我们以前的家 在英国的时候 其实我也蛮怨对 那时候我自己其实在一个框框里是跳不出来的 我就是觉得我每天都有泪洗面 连我睡觉了 我在躺在床上睡觉 眼睛闭着在睡 可是我起来的时候发现枕头上面全部都是湿的 因为我每天都一直就是没有办法的一直哭这样子 对啊 面对什么 就觉得说为什么上天在我一个这么幸福的一个时候 把我的先生带走 被迫独自一人 负担起教养的责任 朱玉珍也曾经感到心力憔悴 其实他是一个蛮不好带的孩子 他在很多地方很有他的主见 然后有时候我会觉得 我们都是当了妈妈之后才开始学会怎么做 这样子才在学习不是学会 就是学习 然后我每天都跟他一起成长 然后很多时候我会很无助的时候 我就心里想我该怎么办 然后我就跟我先生对话说 你要教教我啊 那我怎么知道我要怎么做 然后你要给我一些意见 然后有时候就是自己在那里闭门找车 对啊 然后有时候真的是还蛮苦的 我心很苦 今天要我们讲这个故事好不好 这个 上次我讲的啊 你记得吗 大哥 这个啊 我们不是有讲过 神射手好不好 这个是我们在慈记的 亲子成长班的那个分享的书啊 神射手 古时候 来 明念 古时候有一个人叫飞卫的人 他精通 建树 技术非常高明 他想射的任何东西都很容易的射照 有一位年轻人叫季昌 从很远的地方来想拜他为师耶 飞卫告诉他学习射箭必须不断的练习 而且要吃很多的苦哦 更不能半途而废 技术轻定的说 我一定能做到 于是飞卫用手在技术的眼前晃了一晃 技术望着他的手不停的眨眼 飞卫说 学舍尽量学习目不转睛的功夫 对刘秋香一家人来说 静思语早已不只是书本上的名言金句 而是生活中的实践真理 这都是上人的静思语啊 有的是 比如说大爱电视台 不是会放静思语吗 我就把它抄下来 那再来就是这大部分都是 这都是大银行 就是大银行里面的每一句话 我就我想要呈现给小朋友的 那我就是会把它抄出来 然后请我家的宝贝帮我写出来 小一一暑假开始学毛笔 他说小三就开始会帮妈妈写静思语 这张应该是最久的一张 其实他很丑的我就跟妈妈说 我现在不能拿出去用 我就再写过就不能拿出来给别人 这是小学做写的吗 小三 对小三 接受我 遇心自己先打开心修 接受别人哦 知道吗 是的 然后姿势要对啊 吴老师每天就告诉你们 姿势要做得好 嗯 嗯 人最难看见的就是自己 因为你这样趴着姿势不好 所以你还不觉得 没关系哦 那你就搞刚好的 他才不让自己站好 主公说要怎么样啊 那我们写那个 要别人赶自己要去 好 好 没错 太好了 变滑滑的了也 滑滑的怎么办 因为有纸滑滑的 那没人要过重写哦 没有啊 得意要饶人 你只要吃 因为钱皮钱不好 就很愿意要吵架 这样好吧 现在就还好 因为担心女儿 黄子伦在学习 适应上的问题 刘秋香辞掉 时装设计师的工作 亲自到学校陪伴孩子 也因此与靖思语 解下了一段良缘 因为我家孩子 在幼教的时候 因为我们常常被 像被通缉这样 就说老师说 你家孩子啊 今天又小手做了什么事情 或是又哭啊 然后不专心啊 就是年年总统说了 很多很多让 让爸爸妈很操心的事 所以在他要入小学的时候 就很担心啊 就想说 我们是不是要陪伴他进校园 因为我跟老师沟通过 我想说我家孩子 怕孩子去影响 老师的教学品质啊 那老师也真的很好 就让我留在教室里 对 那留在教室里以后 我就观察老师的教学 你会发现说第一个礼拜 那种教学 让你觉得感动 那老师就解口说好话 用注音符号 他的啵啵啵啵 叫一个礼拜以后 就开始就教浸司语 那种浸司语教下来 他用讲那一句话写下来 还会就是讲一个短短的故事 让小朋友听 今天还要小朋友回家去 就是告诉爸爸妈妈 女儿升上国中后 刘秋香并没有离开校园 仍然留下来 继续教小朋友静思雨 这是她最长的事情 最长会犯的 妈妈就一定会贴在上 随时时间走到哪里 就可以用这些来提醒她 有吗 那个标台体 好 都带齐了 都带齐了就可以出门了 好吧 拜拜咯 拜拜 来到学校 虽然没有正式的教师职位 但刘师姐在博爱国小的教育工作 至今已经19年了 今天我们主要的禁思雨的主题是这一句 来 好 念一遍哦 要多体谅父母的心 不要为了引人注意而举止怪异 伤了父母的心 很快 对不贵 好 贵 现在全般念一遍 要加多体谅父母的心 不要为了引人注意而举心 举止怪异 伤了父母的心 教训就是不在 父母 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妈 需要你的时候 要很开心的欢喜的步出 就是你很快乐的时候 好 我来了 爸爸我来了 好 妈妈我来了 你千万不要再说 等一下 等一下哦 有没有听清楚 有 很好 听懂吗 最后一个 我们呢 这都不是光说要做到 来 一 二 三 开始 要人体定情做应当 不如行一做 对 OK 为什么都妈妈会用比较耳语 让他们了解这样子 对 而且很生动 不会让他们容易分行 然后会实时地用禁止 来批评他们的 举止和动作这样子 因为你这样会的超级 就是妈妈上课的顺序 应该如何上那种小贴宝 在妈妈的影响下 子伦从自身的体会 与小朋友的回馈 体会到了静思语教学的力量 同时也身体力行 承接着妈妈的脚步 投入了静思语教学的工作 他不好 心地再好 也不能算是好人 脾气嘴巴不好 和犯错语有没有关系呢 以前自己的表现 其实跟他们一样 都会像毛毛虫一样 这时候就会知道 除了老师提醒我们自己 还要自己去提醒自己 自己要做日中做好 然后认真听吴老师上课 因为像现在也会提醒他们 说要做日中做好 因为心不抓念不易做事 会难以成就 要认真听才听得懂 今天上课 进去是什么 他学起来之后 以后他应用在生活上这样子 对了 心不专 念不易做事难以传教 身体就是专专的发风 百年数人三代传承 我们看到了亲师生 在禁思与教学的影响下 得到了生命的改变 也为台湾教育的未来 开启了一线生机 过度强调生学主义 忽视品格教育的结果 对台湾社会长远的发展 已经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达到金融机构的卡债风暴 小到市面上各式各样的黑心食品 各种乱象都显示了 整体社会正在付出惨痛代价 天差的价值观非常需要导正 许多教育界和企业界的有志知识 也都察觉到 学历并不能够保证孩子 拥有光明的未来 若想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中 安身立命 人们必须要养成 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 彼此关怀的习惯 而这样的习惯 最根本的基础 就是来自于孩子们的品格教育了 有据静思语说 天下没有教不会的孩子 只有不够用心的父母和师长 秉持着这样的理念 教联会老师们无怨无悔地 付出他们的青春岁月 把孩子的品格砸下根基 对他们来说 老师是一份志业 必须要代代相传下去 在每个孩子的心中 撒下一颗颗希望的种子 春风话雨的脚步 永远不能停歇 永远不能停歇 或许会 如主教宝瑤 阿姨 曼 席 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